使用ChatGPT做出文案并快速制作成简报的方法 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1.确定主题 2.在ChatGPT的输入框中输入相关的关键词或短语 让ChatGPT根据这些关键词进行生成 生成的文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筛选 3.整理生成的文案 将ChatGPT生成的文案进行整理 4.制作简报 将整理好的文案使用PowerPoint 使用ChatGPT做出文案并快速制作成简报的方法 是一个高效而有趣的方式 能够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同时还能够获得更多的创意和灵感 那接下来我现在我只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如何认识毒品 例如说假设我要去国小宣导那个毒品 我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毒品 但是我要他最近最流行的认识五种毒品 而且是要到国小来去宣导 你这样理解吗 我不是这个的专业 但是我可以很快速的 我就产生这个文案 这是做得到的 好 例如说认识毒品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毒品 但我想你们大概多少可能会知道 我是一位警察不太使用电脑做简报 要请你帮我做一份毒品的宣导简报 五种最新型五种毒品的宣导简报 五种最新型五种毒品的宣导简报 大家就是说假设你能生成就麻烦你去生成 可以吗 因为等一下我只是要这个文案 我就抓去给大家来去使用了 好了 各位可以了解吗 我们现在只是快速的产生文案 我觉得用ChipGPD它很好 但是 但是这边 这边就有简报 制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它做不到 就是你们一定要听懂 它什么地方是做不到的 看一下它这边讲的这几种毒品 这个叫做Ketamine 大麻 它拿到好像还大麻合法化 海洛因 毒 五被子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 它在这边介绍到第13页就没了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后面还有吗 如何拒绝毒品 对不对 这国中的学生应该是 我觉得要让他们理解 可是它这边没了 所以你要怎么办 来继续打两个字 叫做继续 因为它是机器人 难道看到 如何拒绝毒品 拒绝毒品的方法技巧 如说不 找借口 考虑现场等等 第14页 有没有继续 有吧 有听懂吗 好 好了 我现在要把这些贴成一个文字档 好 所以我就从这一个 因为我要这一段文字的话 你看这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copy 就是拷贝这些字 我能不能再稍微给你看一下 例如说 我的一个使用 就是帮我写程式 这个TRAP GPP 你看 我说我在以色尔2021的储存格 可以插入注解 A1到A5范围 我都有注解 可是如何自动取出A1到A5范围 每一个储存格的注解内容 放在B1到A5范围 利用什么软体来去撰写 而且我还希望说它分两次来去抓注解 然后 有没有看到 他就说以下是这个VBA的程式 然后我要使用它就是copy code 这美国人他念copy code 所以我只是要介绍这一个 这叫copy 请你也要认识TRAP GPP里面的这个copy 这个图示 那至于这个按赞或者是不喜欢 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我只是要请你知道这一个 好了 你看我现在回到刚刚这个new chat 这边 我是不是要复制它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先放在我的桌面上 新增一个文字档 贴上 可以吗 这就是刚刚我复制的 然后接下来继续 继续到这后面 然后回到刚刚我生成的是这里 这一段 然后贴上 接下来到这边 因为总共做了三段 那这就是我透过TRAP GPP完成的文案 那 档案 我先储存 那因为 这个叫做安非他密 认识 认识 安非他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来观看 所以文案的深层 文案的深层 各位应该已经会了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 接下来 可是接下来的重点来了 接下来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有了这个文案之后 我要把它做成简报 这就是这个课程的重点 所以接下来 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用word打开 刚刚的文案 好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word 所以请你们接下来就要开始跟着我来去做 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一起打开word 那这下面已经有word了 然后开一个新的 新的 好 我不晓得 其实我不晓得你们了不了解 我们的word要做得好看 专业 简报也是要做得好看专业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会多了一大堆的一个范本 让我们来去选择 那因为我现在要准备开的是一个空白文件 我现在要开一个文字档 所以我不用选择什么花俏的美观的一个样本 来麻烦请开新档案 点选那个第一个空白文件 那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把刚刚的文字档抓进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档案开启旧档 开启刚刚你下载的 来麻烦请点档案开启旧档 然后透过浏览 来去开 你刚刚下载下来的这个 认识安非他命 认识安非他命的文件报文案 是不是在下载里 然后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文字档 所以请你切换到所有档案 请你把 请你把这个档案切换到所有档案 然后点选认识安非他命 然后开启 好请问 请问接下来你要选 假设你都不会选 你就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可以吗 可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 因为unicode它是UTF-8 因为我刚从网络上抓下来的 这个档案已经经过网页编码 那网页上的编码 它就是这一个 那请问一下本机的编码 它是叫做ASCII Code大5码 有听过吗 好 所以只是稍微让你了解一下 我们只要是从网络上抓下来的档案 文字的一个编码 它繁体中文 它是unicode 这个UTF-8 好 确定 好 请问一下 是不是就有这样一个文本了 这叫文案 文案 我们已经做好了 当然 现在 我就是要模拟 如果说是Word的文书档案 如何快速传过去给简报 让自动生成简报 这件事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个叫样式 可是我要告诉你 可是我要告诉你这是文字 文字档 你要整理出来 一定要经常使用的一个功能 好了 请问一下 我这边 我这边 我要传送过去 这个 因为你知道简报 简报我们是不是区分 有那个上面叫标题 下面叫做内容 对不对 一张投影片的一个形式 上面是标题 下面是内容 可是 在Word里面呢 你只要区分 这个是标题一 这个是标题一 它就会把它放在一张投影片 它放在一张投影片 好 所以现在呢 现在麻烦请把所有的段落 Ctrl加A 所有的段落全部选取起来 Ctrl加A 麻烦请全选 然后请点标题二 请点标题二 好了 接下来 这个段落删掉 这些 这个段落叫好的 以下针对 这个不需要传到简报 所以Delete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出现一个叫标题 对不对 标题 请游标点到这个标题 请改选标题一 看得出来吗 总共你要做二十次 这个是标题一 这个是标题二 可以吗 因为标题二比较多 所以我刚才一口气全部都做完 好 接下来呢 请选到它 这个 简介 是标题一 然后呢 这边 请把它改成标题一 再来 再来 这个 第三张投影片 也是标题一 第四张投影片 也是标题一 可以吗 那 第五张投影片 标题一 也许 也许 这边其实还有更快的做法 标题一 第八张投影片 标题一 第九张投影片 标题一 第十张投影片 标题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然后最后这一个 最后这一个段落 我把它独立放在另外一张好了 以下就是本次 什么什么 放在也把它改成标题一 标题的定义哦 你不用刻意整个段落选取起来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设标题一 它就把整个段落都算成标题了 可以吗 为什么 好 所以怎么做呢 段落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指这一个段落 那段落只有一种对齐方式 不会有两种 对不对 段落只会有一种段落的定义 例如说它是标题一 或是标题二 不会有 同时某几个字 它是标题一 某几个字是标题二 对吧 如果有那就代表观念是错误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到底我们做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不小心做错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把所有标题一改成红色 滑鼠右键点选标题一哦 不要点错了哦 标题一 滑鼠右键点选标题一 修改 好点一下修改 接下来呢麻烦请把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在这边 改成红色 只有字的颜色改成红色 然后接下来自动更新好不好 自动更新 下面这个自动更新打勾 确定 好我们来去检查一下 从头到尾去检查一下 可以吗 好了 这样就是代表说 我的标题都设定成 那个 就是区分好标题一跟标题二了 那等一下呢 这些内容就要全部不可以用那个复制贴上 就是Word跟PowerPoint的关系 一定要透过就是快速产生 没有那种美国时间一个一个在那边做复制贴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现在哦 你就要想象一下 你现在总共有几张投影片的简报 21张 对不对 对吧 好 因为这这这一段 如果我又把它变成标题一了 一个标题一 就会有一张投影片 那标题又会放在标题一的下面那个内容区 好 如果做到这一件事情呢 我们必须要学会 Word传送到简报 这个功能 它把它封锁起来了 隐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 所以请你们现在跟着我一起做 先把这个功能找出来 点选档案 的选项 然后接下来请选 请选择那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我们现在请 请把我要找那个 Word的标题 传送到PowerPoint 所以怎么做 请选所有命令 所有命令 你知道你这边看到的功能啊 大概只有20% 还有80% 通通通都不让你看到了 好 来请拉到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重点是要这一个 我重点是要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然后新增过去 新增 请点一下这个新增 就是这边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点新增 传送过去 然后确定 新增哦 新增 就是你找到之后 一定要新增过去 新增到这边 所以等一下这个 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也在这里 好 确定 接下来你看这边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传送到 对不对 左上角 刚刚我们就是 新增 自快速存取工具列 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这边 以后 你都在这里 所以假设你下次要再做 简报 你就不用这么麻烦 还要去什么档案选项 再去找 好 这样听得懂哦 然后 请点选 这个按钮 点一下 简报做完了 点下去 你要学会这件事 有看到吗